我们有一个煞熬 然后我们的反应又很慢 有点背心事 有点自悲感 别人迈开步伐 像呼吸一樣簡單 但陳彥霖的每一步 卻得用盡全力走得艱難 這個輪椅可以站起來 所以讓我可以自己站起來 那我走我還勉強可以走 就走頻率我還可以走 所以現在還沒有每天做輪椅 有醫生是跟你講說 你是得所謂的肌肉疾症是沒有藥醫的 也許壓力大有一個感覺說 因為美麗美麗美麗就 就突然間就會去世 那一個瞬間就是恐懼感就會 一直出現一直出現 其實小時候的陳彥霖和一般人一樣 白白胖胖 活潑好動 但國三那年上天跟他開了個殘酷玩笑 就是有一次跑大堆捷鱗嘛 結果這段發現說我在跑步的時候 就是前一半要起跑 他跑的時候我竟然跟不上他 然後一直覺得我跑不動 小時候的體育沒有很差啦 只是說就是後來越跑越滿覺得很奇怪 然後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就去看醫生啦 其實也不知道看什麼科啦 一開始還看了中醫啊等等 轉接到台大醫院了 那時候還想說是不是會開大道啊 要吃很多的藥啊 還是怎麼樣還有一些心理準備 然後沒想到最後醫生跟你講說 欸你是得所謂的肌肉症症是沒有藥衣的 就是會慢慢的惡化 那時候才會覺得說 欸原來這世界上還有一種疾病 叫做沒有藥衣 當下是有點愣住了啦 有點shock了這樣有點愣住了 後來回到家在床上 我在家裡哭了三天嘛 後來就想說還是得面對啊 所以就這樣子把它埋在心裡面 然後去弄上去這樣子 正要展翅飛翔的年紀 卻被迫面對生命淨如倒數 這種絕望同學不懂 同學就叫我綽號嘛 就叫我採障 一直到高二其實他惡化的速度變得比較快啊 早上我才從樓梯走下來就這樣去 回到家之後我自己踩樓梯發現 踩不上去 那所以身體就很累嘛 那我何必就是 那麼努力的去念書呢 你搞得那麼累 然後也不知道我未來在哪裡 我現在讀書是為了什麼 困在迷惘中裹著不前 陳彥霖也不知道 下一步該走向何處 心情不好嘛 那老師就是給我看課外讀物嘛 看了之後其實你也覺得說 欸這些人都已經躺在那邊不能動了 然後他還過得那麼好 然後那麼的樂觀 然後你就覺得 那我自己應該不用這麼自怨自愛啊 我爸就說不然你去念醫學系啊 因為你可以當醫生啊 然後瞭解一下你的疾病 然後也可以研究你的疾病啊 那除了你幫助了自己 你也可以幫助養疾病的其他人啊 幸好由老師鼓勵和父母引領 陳彥霖終於下定決心 踏出改變的第一步 他用功苦讀 推徵考上輔大醫學系 一進去之後到我一直認為說 我會選神經內科 那我就去學醫院實施的時候 那我大陸就發現說 欸其實神經內科大部分的病人 其實是中風的病人 你要幫他做檢查 你要顧他不要他跌倒等等 我就發現我沒辦法做到 所以你就覺得說 欸我好像真的不能走這一科 那就走病一科最適合我 因為看纖維鏡眼睛好就可以 那動纖維鏡 只要手指頭可以轉這個調節輪就可以 現在的陳彥霖是更新醫院病理部主治醫師 自己的病 自己研究 自己救 新的實驗方法 學等等的 因為現在我還是會發展新的檢測方法 看看這個世界才是快樂的 總好獲得你過在一個小小黑暗的空間裡面 不要因為就是一個小小的不方便 而放棄了全世界 所以應該是想著你能做什麼 然後開開心一點的去完成這樣子 土八周星 台北報導 土八周星 台北報導 2009年第一屆在亞洲舉行的夏季聽障奧運 台灣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聽障者搭設發光發熱的舞台 無聲的力量 背後除了有超過萬名聚工參與 還有默默付出的工作者 許廷榮身為聽障者 他不只自願加入2009年聽障奧運籌辦工作 還負責建構賽事諮詢系統 可惜市政府預算有限 希望12月閉館 但是這些東西不會不見 會搬到台北起雄學校 能發揮所長 許廷榮從小到大 付出的努力 絕非一般人能想像 在他還是個1歲多男嬰時 卻聽障父母發現 即使外頭有人放鞭炮 聲音正耳欲聾 但他能睡得香甜 不受影響 後來醫生為他聽障檢查後發現 他聽不見 但父母卻沒放棄 教會他走路也讓他學習熟語 國小國中求學時 他不願與眾不同 白天和一般學生一起上課 靠著讀取老師嘴型努力學習 放學後他接續上起從班 別人學一遍他學兩遍三遍百遍 高中時期即使加分後 成績可以錄取劍中 他放棄加分 選擇離家境 也對身心障礙者較友善的 名論高中 一路求學 努力不懈 還考取研究所 龐大的論文壓力 怎麼學習 他自備手語老師 及時在旁翻譯 讓所有知識訊息零誤差 從來沒有害怕 你和我都一樣 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最溫暖的寶藏 透過專注的眼光 聽見夢想 原本在竹科工作的許廷榮 經由朋友介紹 到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從2005年開始 籌備台北聽障奧運會 尽管團隊在2010年解散 但每每提到聽奧 他依舊很有成就感 現在的許廷榮 在台北捷運公司 資訊處服務 雖然他在職場上 無法耳聽霸方 也較難立刻進入狀況 不過聽者上的不便 其實讓他總能心無旁誤 不管遇到什麼 許廷榮總是一心一意 有著赤木般的頑強精神 在奮鬥不懈中 閃耀屬於自己 絕對不輸的揮耀未來 圍繞的寶藏 透過專注的煙光 聽見夢想 最誠實的力量 通過無限的天堂 聽見希望 突發中心 台北報導 吃飯吃麵喔 白骨吃完 渴望工作的生長者 接賣口香糖 轉型餐車業者 想幫助他們 然後又可以吃這個東西 然後又很好吃這樣子 常常會進入這邊 看到那個餐車 看起來很危險 味道滿好的 然後那個 這個雞塊炸得很舒服 客人吃過都讚不絕口 回頭客超多 而大家手都停不下來 忙著包裝飯盒 這台餐車的夥伴 原本都是行動不便 總是接賣的生長者 還沒有來這邊之前 我們都接賣 我們都接賣的 大概都賣什麼 賣衛生紙啊 土香糖 一口豬啊 抹布那個 抹布啊 原子餅 且生意常常不好 收入全看路人臉色 總覺得無法衝出人生困境 覺得很好啊 正常工作有薪水餌 客人來自己來買 我們要接賣 要拜託人家 感覺就不一樣 新劇輪協會 為了幫助生長者轉型 跟餐車業者合作 設計一台餐車 是針對於生長人士 他們想要轉型到餐飲業來 楊燒劇幾年前突然中風 左半身無法動 也無法正常工作 沒親人的他 只好現在在安養機構 因為罹患小兒麻痺 從小就做輪椅的林江陽 原本從事雕刻業 卻因為灌模科技進步 而沒了工作 我們是做外銷的雕刻啦 是那個景氣不好 只要用手工的雕刻嘛 後來就用灌模 現在兩人成了殘車夥伴 人生有了新曙光 互相打氣幫忙 他們是從完全不懂的 什麼是餐飲業 他們也想要突破自己的一個狀況 他們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 讓自己可以謀生下去 一定有他們的一個 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障礙 對大家比較突破的地方 就是我們做的好吃不好吃 客人有沒有來了這樣子 原本他們都很害羞面對客人 但是客人都會主動跟他們聊天 久而久之他們也學會跟人群接觸 帥哥謝謝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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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自飽嗎 自飽 你們要不要動嗎 對 現在有顧客的肯定 從原本收入不穩定的生障者 經過學習 搖身一變成為餐飲業者 生活也覺得踏實多了 我自己沒拿到啦 兩個自己沒拿到啦 一個啦一個 讓社會大眾覺得說 其實有很多事情 生障者是可以做的 發現他們的努力 然後也在逐漸的進步當中 期許他們以後的狀況 會越來越好 突發中心 新北報導